来 来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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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余杰 坐 坐 坐坐 对 算了吧 连你的做的地方都没有 我就 就站活 开始吧 是我从哪儿开始说呢 你 逗逗 从你离家出走到现在已经 整整八小时零三十七分钟了 这离你离家出走的最高记录 还差 差四小时零二十一分钟 为了不让你打破这个记录 所以我来了 我来接你 我 我 我正式地跟你道歉 当然你如果非得要打破这个世界性的记录 那我也不拦着你 那你 那你 温淑萍 你这 是在道歉吗 是道歉啊 郁姐 你让她接着说 好 医生 是道歉我刚一举功一共三举功的 是吧 那我 那我接着说 其实我不认为你是离家出走 我就认为你是换个环境换个空气 这样有利于你写剧本 至于你你走了把家里的存值也 这就是我 我说的那卡也带走了 你不用担心我都是没钱 我都是还有一张信用卡 那那刷起来也比较方便的 我回家我看见你不在了 你不不 你不是不在了 还是你不在家了 我立马到小时商场 买了五件衬衫 系一条内裤十二双袜子 这样的一个装备 一天换一件的话 怎么也可以坚持到你回家了 如果实在坚持不到的话 我也希望你在信用卡还款之日之前回来 这样以免我信用卡透支 多多 你看 你嫁的这是什么人哪这是 不是 你老打岔我这还 至于我吃饭的问题 你就更不用担心了 我来之前啊 我到咱们楼下最 就咱们楼下最大那家酒楼 我蒙错了一顿 虽然我心情不好吃不下去饭 可是我跟某人学的嘛 气吃气喝 我说我的生存不怕 可是咱们家那些花草可就难说了 你要回家不 不回家浇水 我 我不是让你回家去浇水啊 因为你不浇水我也不会浇水 我也不会让妈浇水 我想让他们提前实验沙漠花的环境 你这样有利于物种的境况 不是 不是 你是不是糊涂了 注意你说话的措辞和态度 我没糊涂 你看 娘家是替你说话了吧 我知道 这是你的娘家 你郁姐的家就是你的娘家 是吧 你在婆家受了委屈了 当然要回娘家了 可是我也希望你常回婆家看看 你来看钱大叔果然重要 可是你看温大叔也不是可有可无的 你来看钱大叔那是孝顺 你看温大叔那也是孝 当然不是孝顺了 你你笑一笑总是可以的吧 多多 你还真笑得出来 干吗不接 你不是去送我电话吗 你不是挺爱跟人聊的吗 挺爱有事没事教育别人的吗 那样的垃圾电话我可以教育他 可是这个垃圾电话 我要是接了他 他就是教育我了 不行啊 他呀 那你更得接了 我 快点接 抱歉啊 我去 温如回你去哪儿啊 回来 就在这儿接 我 喂 小敏 你看我现在正忙着呢 是吧 我我我 就是因为忙我才挂你电话嘛 你看 我挂你电话 你就没完没了再打过来 你这样你急什么 又有什么急事至于这样啊 是吧 我我现在没接你电话 一会儿我肯定就要 我给你回过去嘛 你这样急有什么意思嘛 我这 你急死我脸 风轻咖啡厅干什么去啊 喂我明天上午还得上班 这不不可能 我我还没答应呢你就挂了 喂 温如平 我看你真是挺辛苦的呀 一手拖两家 温家要管下家也得管 你女儿谈恋爱那么大的世界危机 你赶紧去处理吧 你的事情才是最大的事情 我的事情不是什么事情 我真的我不能拖你的后腿 等你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 再说吧 好吧 拜拜 喂喂 喂 我说我不写电话吗 温如平 你非得让我 你听见了吗 你回家把你的事吧 都解决清楚了 再回来接多多回家 我 走吧 喂 行行行行 你还说的都来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闭嘴 你再说的话 跟他一起出去 我 这这 不是 你说这电话来的 不是 这 家里能有什么事啊 爸一回来 就立刻屁点屁点 找他那娇妻去了 爸 我现在在家里啊 是连他的一个脚趾头都不如啊 我觉得那个许阿姨也没那么讨厌 你说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多好 天天闹事 爸爸和奶奶都很为难的 你 你这就是 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也不是劝你跟他和好 你可以不必理会他呀 但是你别故意惹事 我跟谢小棠的事 也能把他牵扯进来 你可真行 但是 我觉得这事有点过分了 他挺无辜的 你搞搞清楚啊 我现在是在帮你 你反倒做起好人来了 那行行行 你以后有事别找我了 什么人呢这都是 是 气死我了 我不管道歉 你一定要'跟公众的事 刚才能有老年老年老的导人 你不离我了 你不离我了 我要笼你了 你不离我了 开心做什么 你好 你不离我了 你不离我了 你不说话 你不离我了 你那么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是钱大哥吧 你好 你好 太打扰你了 真是对不起 我主要是 想问一下多多的事情 这电话里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要不这样吧 明天 明天早晨 咱们见个面 咱们当面聊聊 你看这样行吗 那好 那我就不打扰了啊 那就这样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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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那个多多那事啊 你就放心吧 这孩子没什么心眼 谁生气都超过两天去 笑笑气啊 他也就回去了 这事啊也赖我 我没拦着 害得多多离家出走了 这怎么能怪你 要怪啊 也得怪那个 竖屏的前妻 小敏啊 小敏我觉得人不坏 挺善良的 就是他有的时候有点矫情 这你就放心吧 你就是不交代呀 我也会劝多多的 我带他呀 那就像清闺女似了 这几天呢 在我那住着 你就当时 他回娘家住几天 那就麻烦您了 拜托拜托 真客气 走啊 这你们家 不是在那边吗 是 你跟我 那那 那我就不送您了 不送了 那好 好 回见啊 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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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慢走啊 好好好 你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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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